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要 恳求你与你自己软弱的伯仁同在 恳求你的圣灵也运行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灵当中 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予耶稣基督的圣灵 好 弟兄姐妹 我要继续讲圣经中的十大震动的第九讲 好 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 《使徒行传》第十六章 《使徒行传》十六章二十二到三十四节 《使徒行传》十六章二十二到三十四节 好 圣经说 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 这个他们就指保罗跟希拉 还有他的同工 官长吩咐拨了他们的衣裳 用棍打 打了许多棍 并将他们下载经里 嘱咐警竹引颈看守 警竹领了这样的命 就把他们下载内经里 两脚上了木狗 约在放夜 保罗和希拉祷告 颤诗仗为神 众仇犯也彻额而听 忽然 第一道震动 甚至金老的地基都摇动了 金门立刻全开 众仇犯的锁裂也都松开了 警竹一醒 看见金门全开 以为仇犯已经逃走 就拔刀要自杀 保罗大声呼叫说 不要伤害自己 我们都在这里 警竹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 战战兢兢的呼呼在保罗希拉面前 又领他们出来说 各位新生 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 他们说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他们就把主的道 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 当夜就在那时候 警竹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 他和俗夫他的人历时都受了洗 于是警竹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 给他们摆上饭 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 好 经文都这样一处 第九个震动呢 它发生的时间 发生的地点 都跟以往我们讲的不太一样 都很特别 以往我们讲到八个震动的时候 这个震动都发生在圣上 或者极大的异象里面 像一切结塞亚所看到的 或者在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时刻 像耶稣定四日架 耶稣复活等等等等 或者门徒们被圣灵充满 这个特殊的那个时刻里面 但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震动呢 是发生在监狱里面 就是跟以往的不太一样 以往那都是圣徒聚会的地方 或者在圣神上 上帝的火加下来 或者圣灵打打充满 金狱的地方 而且呢在保罗和希拉 光在这个菲利比的金狱当中半夜的时候 他们在祷告 他们在唱诗 战略神的时候 结果第一大震动 圣经说金狱的根基都要动 所以这个震动 向我们显明 赞美的大震 这个震动也告诉我们 当他两个人在金狱当中 向神唱诗赞美神的时候 就大大的震动了 那么保罗和希拉 为什么会坐牢呢 为什么会在金狱里呢 那又为什么会在菲利比坐牢呢 那这跟神对他们的一个特殊的引导 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要分四个方面 跟大家一同来分享 第一个方面 原自意想不到的引导 马其顿的意想 这是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件事情呢 保罗和希拉怎么会放到金狱里去了呢 它有原因的 这起原自意想不到的引导 也就是马其顿的意想 或者说马其顿的呼声 刚才我们读了第六章 我们再往第六章的前面部分 有这样一段经文 《使徒行》到的是六章 第六节到十二节 六到十二节 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 好吧一起来 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西亚讲道 他们就经过 加拉太一带地方 到了美西亚的兵界 他们想要往米推尼去 耶稣的灵却不许 他们就越过美西亚 下到特罗亚去 在夜间有一项幸运保罗 有一个马其顿人 站着求他说 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 保罗只看见这一项 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 以为神招我们 全福音给那里的人听 于是从特罗亚开船 一直看到 撒伯特拉 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 从那里来到福利比 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 也是罗马的助反城 我们在这里住了 那个城里住了几天 好这段经文讲得很清楚 本来保罗在亚西亚这个地方讲到 他想到彼腿里去 我们看一张地图 下面有一张地图看一下 保罗本来是在这个地方 去全福音的 在这里去全福音的 然后他按照保罗自己的意思 是往东走 实际上亚洲去全福音 他想到彼腿里去 彼腿里去 彼腿里在这个地方 他就被往东走 但是那一个晚上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他就看到了异象 异象里面就是 一个马其顿的人在那里 呼喊 说你到这里来帮助我们 那马其顿在哪里呢 马其顿在这边 这边属于马其顿 在西边 属于西边的地方 属于欧洲 那保罗在这个地方 见到这个异象呢 他就跟其他的同工 就是我们就随即 保罗得到这个异象 圣经有一句话说 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 等一下我会讲这个 短经文的意思 所以保罗就越过爱琴海 乘船越过爱琴海 就到这边去 那么第一个是 马其顿是当时罗马政府的 一个圣 罗马政府被殖民地的一个圣 那么他第一个圣 他过去的时候 东平往过去 搞到第一个城市 就是菲律比城市 就到了这个菲律比 结果就发生 刚才读的经文 我们看第二章的地图更清晰一点 就这个地方 保罗本来在这里的地方 旅底家等等等等 佛律家 刚才提到的这个地名 本来在这里 他本来想往东走 往比推你去 结果神的灵引导他 他就往欧洲走 就到了菲律比 就坐船跨过这个爱琴海 就到菲律比去 跟马其顿 如果马其顿再往后面走的话 到这边去的话 就是意大利 当然 怎样防罗马 德国 法国 再往后走 就是英国 理论是 了解这个地图很有必要 对整个福音的格局 是很重要的一次 用我们现在的话 就是一种战略性的大 środUM 保罗本来是在亚西亚这一带全福音的 当圣灵禁止他这么做 所以半夜他看到这个异象就直接到马其顿去 那这是一个马其顿的呼声 或者说马其顿的异象 保罗得到这个异象以后 就和同工们一起往欧洲走 福音就全到欧洲去了 这样就逐渐地形成了福音全命天下的一个打格局 后来整个欧洲就被改变了 福音就全入到整个欧洲 所以我们在国内的时候 经常有的人为了抵制这个基督教 会说基督教是西方的传进来的研究 西方的宗教 其实你整个去看福音的历史的话 你会发现福音是从东方传到西方去 最早不是从欧洲来的 不是在那个地方去 是我们这些传过去 然后从西方又传到东方 福音是这样一个形成的一个格局 马其顿的异象 或者说马其顿的呼声 在宣教在全福音的历史上 除了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宣布那个大使命 你们要去世万民做我们的门徒这段经文 以外 这是最重要的一段经文 或者说影响了最大的一段经文 所以当我们一讲到全福音的时候 很多人会讲马其顿的呼声 马其顿的异象 所以马其顿的异象 这是一个在圣灵引导下的异象 圣灵引导 这个保罗说 你们要到欧洲去 这是上帝对福音 整个福音的格局的一种大的一个安排 所以在圣灵的引导 在圣灵的催促下 才有这样宣教的异象 马其顿的异象 也是一个充满爱的使命的异象 所以保罗在那个异象当中看到有马其顿的人 在那里说什么 站着求他说 请你过来 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 这请保罗去帮助他们 所以如果保罗不肯去帮助的话 那这个异象就不存在了 所以这个异象是一个充满爱的一个异象 充满使命的一个异象 马其顿的异象呢 也是一个互相配搭完成的一个异象 互相配搭完成的异象 刚才读读的第十节有一段经文很重要 保罗几看尽这异象 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 你都看到异象的是保罗一个人 保罗看到这个异象 但是我们随即就想往马其顿去 我们就是希拉等等其他的同工 他们印证了保罗这个异象 虽然只是保罗一个人得到这个异象 当时其他的同工在导刀当中 他印证了保罗 你这个领受是最确的 所以这个会员是这样 不是一个人说 哎呀我有一个感动是这样 还需要其他的教会的同工去印证这个 是不是我们共同去承受这样的异象 那神的待遇 所以保罗看见这个异象 其他人说 那我们就往他去正确 保罗被拆坏的时候也是这样 保罗跟巴拿爸被拆坏的时候 也是教会长老一起领受这样的异象 说那把安提拉教会 我们把保罗跟巴拿爸拆坏出去 一起为他暗示为他祷告 虽然领受感动的 可能是一个可能是两个 那是教会共同领受了那个异象 所以这是一个什么 就是互相配搭 所以保罗跟他的同工是互相配搭 才能够完成马其根的异象 今天我们去全部因耶稣这样 我们领受异象的时候 需要同工们共同去配搭 完成神给教会的感动和音乐 马其根的异象 是教会福音扩展的异象 从那里来到菲律宾 马其根的第一个城 罗马的祝坊城 结果接下来福音就往欧洲 不断地扩展 这是一个福音扩展的异象 这不仅是地狱上的扩展 也是一种眼光的扩展 也是一个心胸的扩展 更是一个上帝国度的扩展 所以今天的教会 对付马其根的呼声 仍然是一样 要让这个印象 放在每一个教会信服的心当中 哪一个教会领受了 并且实行了马其根的印象 哪个教会就会产生新的动力 哪一个教会就会有新的成长 如果教会没有马其根的印象 那么教会就会软弱 教会就会不会成长 只会越来越衰老 越来越酸弱 所以保罗跟他的同工希腊 领受了这个印象 就马上去执行这个印象 他就到马其根去 到了第一个城 就是菲律宾 所以他之所以在菲律宾的尖锐里面 后来地大震动 祷告等等一系列的发生 这原意是来自于马其根的印象 一个特殊的引导 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来讲的是经历 意想不到的遭遇 下到经浪里 或者说下到经浴里面 六章22节刚才读过了 众人就起来一同攻击他们 攻击跟保罗希腊 或者还有其他同工 官仔就分布剥了他们的衣服 用棍打 打了许多棍 并将他们下在经里 祖父锦卓隐隐看守 锦卓领了这个命 就把他们向到内经里面 可能外经会比较松一点 那最里面内经里面 还不够 内经还不够不够安全 要把两脚上了木构 把他两脚扣死 用这个木头扣死 你看到地图的那个图片就知道 把他扣住了 这是经历一项不到的遭遇 为什么会向到经历里面去呢 我们常常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或者说不太正确的观念 我们常常以为经历到不好的遭遇 那就是不好的 说明神没有祝福 说明神没有代理 我们常常以顺利不顺利 我们以为的那个好跟不好 来衡量 这是不是出于神的 这是不是上帝的祝福 如果按照这种示范的话 那保罗和他的同工 不应该遭受这样的困难 不应该上到经历里面去 根本不应该被打 还伤了木构 不应该这样 不是圣灵引导的吗 怎么还被打了呢 不是圣灵告诉我要到马其顿去吗 不是我们共同领受的一厢吗 去马其顿吗 怎么现在坐牢了呢 所以保罗跟希拉在一起的时候 就勉励当时候的路斯德 以跟安提阿拉丁姐妹 在《十路行传》十四章二十二节说 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经历 所以我们不能以顺利不顺利来衡量 是否是神的因 也不能一直来衡量是否蒙上帝的仕途 当然有些时候神在环境当中给我们特别的开路 也是有的 行使祂特别的恩典和旨意也是有的 所以我们不能把相对的真理把它绝对化 反过来也是一样 我们不能把绝对的真理去相对化 我们信耶稣可以让我们得到永生 这是绝对的真理 当我们真心悔改的时候 罪就当成圣言 那就是绝对的真理 不能把它相对化 可能的永生 可能不能得到永生 不是这样子 有一些是相对的 有一些是相对的 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个当作我们衡量的标准 不然的话保罗坐牢 那不是怎么办呢 保罗就瞎坐牢了 保下撒迪就不是祝货他 保下圣言没有言论他 不是这样的 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里面 还有一段话 他说我们一起来到那经文吧 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 那经文很宝贵 我们一起来个一起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之罗 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 没有人会喜欢苦难 没有人愿意自己多受苦 喜欢遭遇这种患难 但是他来了 但是他来了 他不由你来选择 他来了 保罗并没有想说 我到马起庚去 是为了去做牢 保罗也没在一起 但是他自己来了 只要你带着一颗爱神的心 你就会在这件事上得到益处 所以保罗说 万事都互相效力 万事都互相效力 你爱神的人就得益之罗 仅仅是你要爱神 如果你爱神 你就在这件不好的事情上 你也会得着益处 也会得着益处 打个病 我最怕生病 我最怕生病 我不喜欢生病 我倒不怎么怕死 但是我怕生病 我就死到中那里就挺好的 但是不要病得很惨 对不对 我怕生病 但是他病自己来了 对不对 他病自己来了 但是如果我带着爱主的心 生病的时候 也是可以让我们得到很多益处 我前段时间生病了 其实今天我也生病 生病的时候有什么好处呢 一个是让我们可以更多的祷告 生病的时候 你做不了其他事情 闭着眼睛就可以祷告 你生病难受的时候 你也会自然的 就可以多祷告 生病可以多祷告 第二个生病呢 可以体会其他生病的人痛苦 你没生过病的人 你不知道别人生病的痛苦 你也不会体会 一个病人的内心的软弱无重 当你生过病的时候 你能够理解 你能够体会 对不对 这是不是好处 第三个 生病会让你更加珍惜身体的健康 平时健康的时候 你觉得健康是无所谓的 对不对 但是你生过病 原来健康这么重要 平时你就会多断练 不要偷懒 不要说没有时间 对不对 我想偷懒的时候 哎呀 想生病这么痛苦 我还是要断练 对吧 你老是说 没时间没时间 你没时间断练 你生病怎么会有时间了呢 对不对 所以 你没时间断练 有些时候你就有死边生病了 所以你这样一想 还是要多断练 你会珍惜健康的时候 身体的健康 你试着呢 会给我们更加盼望将来永恒的应许 但你身边的时候 你觉得这样 你身体是会衰残的 再怎么样 身体总是越来越衰败 因为这样 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 病可能越来越大 将来越来越衰败 你就会想到 那个将来 主要给我一个永恒了 那个才是最宝贵 所以 虽然病是不好的 有点 但是你如果有个爱主的心 多去思想 有些时候 也会让你得益主 保罗 也不喜欢说 当时苦难来到 他遭遇到这样一个苦难 下到监狱的时候 保罗爱主 所以让他得益主 保罗讲到这个苦难 给他带来的益主 后来保罗写信给菲利比的教会 写了菲利比书 菲利比书就是他建立的 就在这个时候 接下来我们就建立菲利比教会 他曾经讲过 他遭遇苦难的好处 在菲利比书的第一章 十二到十四节 菲利比书的第一章 十二到十四节 这是保罗后来又坐牢了 他放出来以后又坐牢了 十二到十四节 菲利比书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 菲利比书一章十二到十四节 弟兄们 我愿意你们知道 我所遭遇的事 更是叫福音兴亡 以致我受捆锁 在玉林全军和其余的人中 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 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 多半因我受捆锁 就独信故意 越发幻胆全神道 无所惧怕 你看保罗后来写信给菲利比的教会的时候 他在菲利比也坐牢了 后来他在罗马坐牢的时候 他又写信给菲利比的教会 他强调三个好处 他说我遭遇的事有三个好处 哪三个好处 第一个叫福音兴亡 我遭遇苦难的时候 教父应兴亡 这对菲利比教会来说最容易理解 因为菲利比的教会 就是保罗遭遇苦难才经历 保罗在菲利比就坐牢了 后来景竹的一家都悔改了 后来教会慢慢就开始建立了 菲利比的教会 就是保罗在苦难当中经历的教会 在苦难当中产生的教会 所以保罗说 我教育的教会叫福音兴亡 这是第一个好处 第二个好处是什么呢 在不信的人当中为主做建设 他说那个御灵军啊 还有其余的人啊 这些都是不信的人 都是逼迫教会的人 逼迫基督的人 让他们显明 我受苦是为基督的缘故 让他们听到基督的声音 让他们知道 保罗说为什么说话 他是为主的缘故 让这些不信的人 让这些逼迫主的人 让他们在他们的冷藏中 为主做建设 第三个好处是什么 激励了在主里的弟兄 信心更加精力 犯胆全身的道 所以圣经说 啊 弟兄们啊 因为我受了捆锁 因为我受了受苦 同性不已 越发犯胆全身的道 无所惧怕 你看这就是义处 受激励了 当我们想起很多三地的仆人 这个为主的缘故 真的是为主受苦 为主受逼迫 为主坐牢 他们无所惧怕 放下所有的一切 就是这样 坐在基督里去了 他们激励很多人 当我们想起很多人 这样子为主摆上了手 我们怎么可以碎碎变变变呢 我们怎么可以 全福音不乐心呢 我们怎么可以 做礼拜的时候 还这么可有可无呢 我们甚至有很多人 做礼拜还不想来呢 应该很多人 为了全福音的时候 他去坐牢了 孩子还很小 他都放掉了 放下交通给上帝 去坐牢了 所以激励很多主力的地区 所以这就是保罗说 我受遭遇是有好处的 虽然我也不喜欢这个苦难 但是连到他 开绝就有益处 所以弟兄姐妹 保罗他到了华企城 是深带领他的 但是经历了意想不到的遭遇 下到经历里去 下到经历里去 保罗告诉他们 他的遭遇犯难是有益处 是有好处 所以求主雷鸣我们 我们来走这条道路的时候 有些时候也会遭遇 很多的苦难 很多的难处 就像使徒们说的 进入神的国 要经历许多的劲难 耶稣说的 跟从我的 就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来跟从我 伟大的战士 都是佩戴着三合 所以有很多时候 一个伟大的福音的战士 也是一样 如同保罗 他的身上有十字架的伤口 他身上带着耶稣的记号 这是给我们讲到的第二个方面 经历意想不到的遭遇 第三个方面 得到意想不到的信心 夜半歌声 意想不到的信心 就是说 很不一般的信心 领到他 意想不到 按一般的人来说 全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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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成坐牢了 全福音 全福音 是圣灵带领的 所以是意象带领的 是三天也启示给我们的意象带领的 结果呢 自由都没有了 还被打 上目狗 坐牢了 对一般人来说 很多的时候 我们可能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们会出现三种情绪 第一个 首先会抱怨 会抱怨 我本来是玩东宾走得好好的 我本来是玩 到亚西亚比推尼那边去的 你偏偏说 叫我往西宾走 到马其顿去 现在好了 抓起来坐牢了 如果我往东宾走的话 可能就没事 对不对 可能就会这么想 那就是抱怨 那为什么呢 对不对 我往东宾走 可能就平安五四 我往东宾走 往亚西亚去 可能我就不会走了 你叫我往马其顿去 叫我到欧洲去 叫我到西边去 结果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可能会抱怨 第二个可能会疑惑 疑惑 这是不是神带于我们来的呢 神到底有没有与我们同在呢 如果出于神 神与我们同在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会疑惑 如果你是保劳 你想想他 你会不会抱怨 本来我不来这里的 是神叫我来这里的 结局是这样 那你会不会抱怨 会不会疑惑呢 这真的是出于神的吗 第三个 会忧虑 会忧虑 忧虑自己 也忧虑福音 福音还没有传开 刚到马其顿 第一个城 菲律宾就被抓了 有些的成语说 就是出师未解 生心死 这个马其顿 这个神啊 我还没进去 刚刚进去 第一个城 就被抓了 抓了之后 结果怎么样 你很难讲啊 把你放到内经里面去 说明是重刑犯 给你伤了牧狗 说明是绝对不允许你逃走的呀 那说明这是很重要的 重刑犯 就像现在很多重刑犯的人 要带上铁链的人 那都是重创的 杀人犯啊等等等等 要判重刑的人 给你死 脚尿给你一直带 永远不会给你解脱 一般轻一点的 那个罪犯 可能就不需要带那个脚尿 对不对 重刑犯都是被脚尿的 这个保罗希腊也是一样 给你伤不狗了 也就是说绝对不允许你逃走的 那结局会怎么样呢 说不定就死在那里了 这边一辈子就放在这里了 那你会不会 让他内心参生这种忧略 这个腹炎怎么全呢 未来怎么办呢 怎么帮助 马其登人呢 我连自己的命都没有了 自己的自由都没有了 怎么帮助马其登记了呢 所以会抱怨 会疑惑 会忧虑 抱怨 疑惑 忧虑 是信心的敌人 保罗和希腊不会让这三个敌人抓住他 保罗和希腊不会让这三个敌人 庞聚在他的心灵里面 弟兄姐妹 在你的心灵里面是我有这三个敌人 这三个信心的敌人 抱怨 我本来是往东宾走的 你拼了往西边去 都是人造成的 对不对 我本来不是这个样子 疑惑 然后呢 忧虑 当抱怨 疑惑 忧虑 死死地抓住你的时候 你没坐牢 你就跟坐牢也差不多 你的内心完全被这个困住 所以保罗在跟希腊在经历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 他不允许这种抱怨 不允许这种疑惑 对上帝的疑惑 不允许这种忧虑 缠住他的内心 他怎么做呢 圣经说 约在半夜 保罗和希腊 祷告 参失 赞美术 十六章的二十五节律 保罗在半夜的时候 祷告 参失 赞美神 这是从神而来的信心 这是不一般的信心 这是意想不到的信心 临到了他们 是他们在监狱当中 是他们带着牧狗的时候 但是他们被打的时候 向神发出赞美 反过来也可以这样说 祷告 参失 赞美 我们的神 是打败 抱怨 疑惑 忧虑 最好的武器 当你抱怨的时候 当你心中 对神有疑虑的时候 对情徒有忧虑的时候 最好的武器 最好的力气 那就是像保罗和希腊一样 祷告 参失 赞美神 保罗和希腊有理由抱怨 对不对 他可以有理由 我不到这里来的 有理由疑惑 有理由忧虑 但他们选择了祷告 选择了参失 选择了赞美神 弟兄姐妹 我们想找一个理由 不抱怨 找一个理由 卸下疑惑和忧虑 是很难的 但我们可以选择 祷告 我们可以选择 参失 我们可以选择 赞美神 不是赞美神 所以保罗和希腊一样 同心 虽然带着墓口 他永远在这里 高高 参失 赞美神 兄姐妹 就是明明我们 真的生活 人生 这个走道路 这个过程 包括移民 等等等等 很多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理由 可以抱怨 我们有很多的理由 可以疑惑 可以困惑 可以怀疑 我们有很多的理由 我们可以忧虑 太忧虑 但是你可以选择 像保罗和希腊一样 你想着 不要让这三个敌人 盘踞在你的心中 怀绕在你的大脑里面 你可以选择 祷告 唱十三位神 你就会经历不一样 我看来 罗宾生师母的一段话 我觉得很宝贵 都给大家听 罗宾生师母讲过一句话 他说 你要时时刻刻地力求 能够赞美 要超越你的一切过错 超越别人的一切误会 超越你所有的失败 和别人一切鲁满的隐形 当失忆的感觉 临到你的时候 你当留心 要立刻要起来 抵达他 愿意他 制止他 把他交给主 不要理会他 不要再去想他 要快快乐乐地说话 保持一副赏朗的脸色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 要安心下来 让他在主的手里就好了 无论是大的难处 小的难处 痛彻的失忆 或轻微的沮丧 都要保持你的赞美和信心 不要去看那些东西 也不要看你自己 你只要看耶稣就好了 去让我一说 我在想保罗跟希腊在 经历里 看看木狗 脚上的木狗 看看墙壁 看看旁边 看看内街 金固如铜壁 铁墙 怎么办呢 想一想 将懒 怎么办呢 要安心 不要让这些沮丧 不要让这些恐惧 不要让这些疑惑 不要让这些忧虑 抓住 只仰望耶稣 就仰望耶稣 所以保罗跟希腊才会 祷告 唱诗赞美神 第四个方面 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 就是生命的改变 他们唱诗祷告 他们半夜 夜半歌声的时候 产生了非常意想不到的一个效果 一个结果出来 这个经文里面有三处的描写 第一个是众仇放侧而天 众仇放侧而天 这个是一个 意想不到 夜半在那里唱诗的时候 这些丑话没有反弹 夜三更唱什么歌啊 要不要睡觉啊 没有 这种丑话竟然是什么 侧而听啊 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这些丑话 以前在经济里面的时候 他听到的都是咒骂的声音 听到的都是哀叹的声音 通道的都是痛苦的声音 今天晚上 竟然听到了咒哧 对有一些仇放来说 可能自从他进了这个经济里面 从来就没听到过咒哧 他们感到喜气 他们感到 为什么会有歌声呢 这个歌声从哪里来呢 所以你的祷告 你的赞美 可以影响到 身处在黑暗当中的人 那这些仇放是在黑暗里面的 这些仇放是一直以来 可能好久好久没有听到歌声了 没有听到赞美的声音了 所以你今天发出 怎样的声音 会影响到你身边的人 保罗跟希腊 这些仇放在当夜的时候都彻尔尔尔天 他们被吸引了 他们受感动 他们被这个歌声打动 所以对各位姐妹 我们基督徒要发出 常常发出这种祷告 尝试赞美的声音 会感动身边那些处在黑暗里的人 你这个歌声和赞美会影响到 你身边那些处苦的人 这个是想不到的 第二个 带出的结果是什么呢 低大震动 圣经说低大震动 经历的根基也震动了 这是祷告带来的神职 这是赞美彰醒的大能 但是这个震动 更是预示着福音 将会给欧洲带来大的震动 和意想不到的笑话 要叫贝鲁德德斯放 受压制的德之友 所以世界说突然地大震动 经历的地基都摇动了 经历的这个门立刻全开 众所发的锁链也都松开了 我觉得更像一个浴室 浴室的冲刺之后 欧洲的福音将要大大的震动 欧洲的整个 所有的被压制的人锁链都要松开 经历的门要全开 就是叫贝鲁德德斯放 受压制的要对之友 这更是一个像意象一样 在浴室这件事情 确实是这样 从菲律宾的教会被禁了以后 从此福音就向欧洲听见了 整个欧洲都被改变了 这个大震动 这不仅仅是那一个经历的震动 可以说是震动了地狱的根基 震动了地狱的门 要让所有的这些被受压制的人 让所有被罪恶捆绑的人 让所有没有自由带锁链的人 都要松开 都要打开 接受耶稣徒的救恩 所以这是第二个方面 给我们看到的 第三个方面 看到景竹的一家 他们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 信了神都很喜乐 反对神的人变成一个信神的人 当这个景竹醒过来的时候 景竹一醒过来的时候 看到金门全开 他就想自杀 他因为仇犯都跑掉了 可能罗马的法律有不一定 这个内经灌在罪里面的人 重刑犯逃掉了 那你就要抵命 或者说刑法会很重 他受不了 所以他就想自杀 结果保罗大声呼唤说 不要伤害 这些金默关都在这里 结果景竹就拿了灯跳进去 说明这个内经里面 是不容易进去 他跳进去战战兢兢活在保罗希腊面前 得领他们出来说 二位新生 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呢 本来这个景竹在那里睡觉 睡觉无动于衷 现在被这个地震出行了 金门打开的时候 他以为都跑光了 保罗说你不要自杀了 我们都在这里 然后景竹就问 两位新生 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呢 景竹问的是怎么行 可以得救 保罗怎么回答呢 保罗说不是邪 是要信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不是你怎么行 景竹以为说 我怎么行我可以得救 但是保罗说 当信主耶稣 你要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虽然得救的人都应该有好的行为 但是我们得救是靠着信 不能靠着我们的行为 很多人常常对自己的得救 没有把握 没有确许 对永生 没有确许 为什么 他老是根据自己的行为 根据自己的感觉 觉得我现在还不行 我现在不够好 以为行得好可以得到那个赏事 我们能够得着拯救 没有任何个人的功劳 就是靠信耶稣 靠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功劳 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学 所以保罗说 不是你怎么行 是你要信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但是这段经文呢 也会让很多人困惑 经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 就是说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是不是一人相信全家得救呢 一个人相信全家得救呢 保罗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说你只做一个人信 你全家都必得救 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这个温州灿烂 我赌这段经文的时候 就没有这个问题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为什么没有这个问题呢 因为在我们那里 家庭的观念是很强的 特别对信仰 不存在一个人信 其他人不信 没有这回事 在我们的家庭也好 在我们整个地区也好 要么一家人都信 特别是过去的时候 要么都信 要么都不信 没有说家里人说 爸爸妈妈信 儿女不信 或者儿女信 爸爸妈妈不信 没有这回事 没有说妻子信 丈夫不信 丈夫不信 妻子不信 没有这回事 所以在我们那边教会 问计算一个教会的人数的时候 不是多少人 是多少富人家 所以我去别的地方去的时候 第一次出人家门的时候 别人问我说 你爸爸妈妈信耶稣吗 他们信吗 我觉得你怎么会问 这么愚蠢的问题 我信耶稣吗 我爸爸妈妈 当然信耶稣 这个也要问你 所以在我的观念里面 根本就没这个概念 所以当时候 差不多也是这样 对不对 差不多也是这样 所以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别得救 你去看圣经就知道了 这段经文里面 你看在上十二节里面 一直说全家全家全家 上十二节说 他们就把主的道 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 因为他们提到全家 上十三节说 简直把他们带去 使得他们的山 他和熟乎他的人 历史都熟了喜 熟乎他的人 就指他们全家 三十四节里面说 他和全家 因为信了神 都很喜乐 所以他们 他和他的全家 都信了神 当然是 他们全家得救 全家相信 当然是全家得救 所以 对当时候来说 他们也是一个家务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 都别得救 所以你全家相信 全家得救 所以保罗全部也给他们 讲道给他们 也是全家在那里听 他们受洗的时候 也是全家在那里受洗 圣经讲他们信的时候 也说他和全家 因为信了神 都很喜乐 不是说 一个人信主 全家得救 不是这样理解 没有这样理解 所以 这个全家本来是什么 警主是迫害教会的 对不对 他们本来是要 要拔刀自杀 战战兢兢 现在全家 喜乐了 改变了 改变了 而且后来 这个警主一家 也没有被围围 因为第二天的时候 上面的光谷就下命令 说要把保罗放出去 后来他就把他们放出去 贝利比的教会就建立了 贝利比的教会就建立了 对不对 从这个家庭开始 我想这个警主的家 应该是第一批的信 到了以前 马基根还有一家人 叫罗底亚 在保罗全福音的时候 他们信主了 外子是布的那边 对不对 贝利比的教会 就是这些信主 开始建立起来的 建立起来的 所以教会就开始当时 你想看 这个震动 欧洲的教会 开始当时 结果就开始影响 整个欧洲 影响了 整个可以说 普鲁斯的教会 都因为这个震动 带来的改变 后来欧洲的福音 就开始往东方传 往印度 往中国 往其他的地方 开始传福音 整个福音就传到地级 就像耶稣说 从耶路撒冷 有大全地 撒马来亚 全到地级 福音就是这样传来的 所以这个震动 马其顿夫生 一起 当他们去了马其顿 去了第一个城市 弗里比 被抓 祷告 忏失 赞美声 对大震动 结果带来福音的震动 结果 震开了欧洲的大门 让欧洲 土地 都建立了 基督的教会 所以我做个总结 一夜的暴风雨 却迎来了黎明 最大的时光 这次一夜半更深的震动 建立了欧洲第一个教会 菲利比的教会 菲利比的教会 也是与保罗关系最好的教会 这是保罗在患难中 产生的教会 菲利比的教会 与保罗的关系非常的好 你知道保罗 他全福音有一个薪资 他跟彼得不一样 彼得是在犹太人的教会里面 牧养教会 所以他带着妻子 而且做功德工家 保罗是外邦的师徒 他的外邦去全福音 所以保罗有个先生 他说我跟彼得要不一样 我去全福音的时候 我不接受任何人的帮助 不接受任何人的安心 也不接受教会 对他的任何的供养 他不需要 他自己搭账帮 免得我全福音 被别人毁谤 比如说保罗 你为什么全福音这么热心 当初叫我们去信约说 你是为了经济上的好处 你为了让我们去养你 所以你去全福音这么热心 让更多的人信耶稣 所以保罗为了说 我全福音不被你们这些人这样讲 我领得我全福音 不能夸口 他夸口当初夸口 所以保罗说 我不拿你们任何东西 所以他自己搭账帮 自己去做生意 账帮卖掉 养自己 养痛苦 但是保罗围堵接受了一个教会的爱情 那就是菲律宾的教会 可见保罗对菲律宾的教会多么信任 可见菲律宾的教会对保罗有多么大的爱 所以他只接受所有的教会 哥林多教会 这些其他教会 他一概不接受 只接受菲律宾的教会 从圣洁看 他只跟菲律宾的教会保持这种关系 因为菲律宾的教会是保罗在患战当中产生的教会 所以保罗后来在罗马再坐牢的时候 菲律宾的教会给保罗当来很大的喜乐和安慰 菲律宾的教会也是一个同心而已 心万福音的顶况的教会 所以保罗在菲律宾一章三到六节里面有一段经文 他来讲菲律宾的教会 那个时候他又坐牢 在罗马坐牢 他写了这段经文 菲律宾有好几章 我们选了一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懂一下 第一章三到六节我们作为结束 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 每逢为你们助人祈求的时候 尝试慌慌慌慌慌的祈求 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 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心万福音 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得上红的必成全成功 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保罗说 保罗又坐牢 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想菲律宾的教会 感谢我的神 感谢上帝 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 欢欢喜喜 因为保罗欢欢喜喜 开心的朋友 坐牢了他也这么开心 为什么 因为菲律宾的教会是他那样 下面一句话更宝贵 因为从头一天 头一天那一天 就是保罗坐牢的那一天 菲律宾的教会开始接力 从头一天直到如今 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心万福音 头一天那时开始 一直到现在 都都是同心合意的 所以求主能够祝福我 所以能够 这个菲律宾的教会能够影响到周冰 就是因为保罗在苦难当中 在祷告当中 在葬礼当中 产生了这种教会 所以求主祝福我们的教会 也让我们在基督的恩领当中 像菲律宾的教会一样 能够全力的福音 求主能够给我们一个心志 即使在苦难当中 也让我们祷告 参使赞美神 神就与我们同在 我们一起来祷告 现在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我们谢谢你 再次把保罗所经历的 在菲律宾的经历当中 所经历的一切 再次向我们讲明 主啊恳求你能够与我们同在 你帮助我们 引领我们 让我们知道 进入神的国 有许多的时候会经历许多的苦难 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 也让我们像保罗一样 祷告 唱诗来赞美神 主啊我们相信 会得会带来 属灵的影响力 特别你自己的教会 求主灵灵我们下的教会 让我们多多的在你面前祷告 多多的在你面前赞美 主啊也让我们学习 菲律宾教会的榜样 从头一天 一直到如今 都能够同心合意 心万足的福音 直到直到 耶稣基督赞美的日子 主啊我们谢谢你 愿意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 听我们下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